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第一 尽心尽心尽意 这就是说 因为你享受神的爱 你会能够回应神的爱 然后你就很用力的 就好像 我知道我的妻子非常非常爱我 所以我也很愿意 我尽我一切所能的去服侍我的妻子 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 所以我很愿意尽我所能的去爱我的父母亲 那个尽心尽性尽意 是因为我感觉 神这么爱我 我都愿意更多一点给神 服侍神 因为都是神给我的 你知道那个镜是因为我享受这么多神的爱 第一 爱神 而爱神是因为神仙爱我们 当我们浸泡在神的爱里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活出爱 好像那个海绵 泡在水里面 拿起来的时候 水都流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里面满了水 我们浸泡的不是在水里 是在神的爱里 以至于我们可以爱我们周围的人 但是其实 这个最大的诫命还不只是 爱神爱人 后面还有一样 那样是什么呢 我再读一遍给你听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 其实大诫命讲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是爱神 第二件是爱人 第三件是爱自己 其实这一件常常是被我们忽略的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真的爱自己 我们大概很难去爱别人 我连我自己都不爱 我天到晚看我自己不顺眼 我的里面 天天里面充满的看着 我就这么苦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惨 我就是为什么住在 生在这样的家里 为什么人家那个家 生在那个家庭里面 那么富二代 富三代 富四代 我觉得家就是穷八代 我怎么会这样 如果一个人天天 对自己都非常的不满 为什么那个人长那么帅 我就长那么丑 为什么那个人的 那么聪明 我就是笨 如果你不爱自己 你大概很难真的爱人 我们只会在比较当中 天天活在怨恨苦毒里面 但是人为什么爱自己 你知道 其实是一个眼光的转换 没有一个人 天之骄子 他所有的各方面都超人一等 个人头上一片天 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有神粮给你那一份 你也有你要去面对的那一份 一枝草一点路 我们在台湾喜欢讲这句话 一枝草一点路 每一枝草上面都有一个路滴 你不必去羡慕别人的 你也有你的 你能够承担多少 你的叶子有多粗 你就可以承担更大的路珠 否则你的叶子还很嫩很小 你就很羡慕别人 那个大路珠 就把你折断 压断了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 享受神的恩典 爱自己 是因为你相信 上帝给你的是最好的 上帝给你的是最适合你的 活在上帝对你的爱中 你的人生 你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他对你对我 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一个他为你量身定做的人生 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 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 优优独播剧场